欢迎大家收看《港英,港英,港波经》 英超进入第七周 周中我们又和大家做前瞻节目 今天只有我一个指示 刚刚星期二、星期三踢完联赛杯 猜不到曼城第一圈出局 应该猜他赢他就输 也猜不到车陆士赢了拜顿 可以晉级 联赛杯的战况就不多说了 或者一会儿前瞻的时候 有些赛事或者会略略地再说一说 节目前瞻正式开始之前 也提醒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赞,可以分享 可以记得赞我们的Facebook Page和IG 也可以实际用Superfan支持我们 让我们的频道能够走得远一点 好,节目马上开始 先看一看今周里面有什么比赛 好了,今个星期 星期六 第一场是亚瑟冬维拉对拜顿 两队都在联赛杯双双出局 拜顿又猜不到输了给不懂入球的车路士 其实拜顿在联赛杯的上半场 其实有两个多黄金的机会 但是都失败了 也都借了回来的巴赛 借了回来的法迪也有上场 我自己看过精华 觉得他好像挺适合英超的节奏 都OK的 这场球两队 在我来说 小冬维拉对拜顿和白礼顿都叫做同级球队 两队直至都希望今季 继续可以在上半场挑战欧洲赛 而白礼顿可能更进一步 希望能够提进前四 如果白礼顿能够作客 能够对中上游球队作客 能够得到最少分 甚至乎得到三分 就是说给大家 他是有机会挑战前四的 但是如果他对着艾瑟冬维拉 不能够得到分 其实对他也有影响 而且白礼顿开始要 习惯一下 很多时候的一周要上赛 你见今季赛事 基本上 长长三千分都 有正选上阵 包括刚刚的联赛杯也有上阵 联赛都上足了 然后欧贯也有上阵 我觉得对白礼顿不能够捱到尾 虽然迪沙比说 球队里面也有两套阵容 但是打下去才知道 阿士东维拉 艾瑪尼金上季季中 直至希望冲击欧洲赛席位 今季开季不是太锐利 整个阿士东维拉 也输给利物浦 但是 阿士东维拉 现在暂时 暂时 看一看 原赛榜 我自己看一看 暂时 四胜两负 有12分 场面好像不太好看 但是 实际上也有分 所以这场球 两队球的实力 都是非常接近 我自己猜 是和球 看一看 星期六 三点钟 英国时间三点钟 有很多场球 包括班尼茅夫 阿仙奴 爱华顿 劳顿 曼联对水晶宫 又踢 柳卡素 班尼 韦斯咸对石飞联 狼队对曼城 金周重球 热刺对利物浦 再看一看星期日和星期一 星期日就是森林对宾峰特 星期日没有球 大家都要看一看 然后就是富咸对车尔士 今个星期我主要就会讲 大家讲一讲三场比赛 主要讲就是 班尼茅夫对阿仙奴 曼联对水晶宫 以及热刺和利物浦 因为柳卡素到班尼 没什么特别要前瞻 曼城作客狼队都不用怎么说 鬼斯林对石飞联 我觉得仍然是有些悬殊比赛 车路士对富咸那些都不说 只说这几场 先看一看第一场 我们要讲一讲 就是 曼联对水晶宫 曼联水晶宫 刚刚周中 踢了联赛杯 水晶宫都会作客 联赛未来星期下 水晶宫都会作客 曼联3比1 3比0 差点说奥拿拿失球 3比0 赢了水晶宫 踢了一场 近期曼联来说 挺好的比赛 曼联上场1比0赢 搬来 联赛杯3比0赢了水晶宫 在场外很多声音 比如新造的事件 以及之前 有些伤兵影响到曼联的表现下 联赛的成绩开局不太好 连胜两场 我觉得内部回一回稳 起码看到球员好像没那么大压力 然后你会看到曼联出来 然后新加盟的拔 又踢了阻集 又踢了防中 马斯压也入球 看到曼联慢慢回復正轨 也相信曼联未来也会有一波联赛 因为在联赛里面 都是对中下游球队 还有几场主场的赛事 我相信曼联有机会 趁着这一段磨合 有些伤兵出回来 慢慢磨合 其实可能这一波联赛出现也不奇怪 不过也要讲讲 水晶宫 我自己看了一阵间的联赛杯 本身水晶宫这场球 基本上没有什么点出过正选 后防基本上全部都是 后备球员出场 记得一个正选左闸就有踢 然后前锋线做了艾跃 10号仔 下半场后备 输球之后就有上场 但影响大局不大 好看到 其实学神也不太将这个杯赛 排得很重 我估计他也会将它重心 放在这个星期的联赛上 当然 曼联也是 没有班奴 也没有华书福 但是始终 联赛和联赛杯 大家的心态都不一样 我相信水晶宫的心态 也不是说 今个星期的联赛 并不是大家想着 会不会联赛杯 曼联3比0 轻松地赢水晶宫 今个星期 星期六 这一场的联赛 都是这么轻松的 其实 我自己觉得并不是 因为 另一件事就是 他们的金界 即是水晶宫的主力前锋 艾渡亚迪 今季里面 六场球进了四球 金场球是一分钟都没上过 没伤没病 很肯定 就留意了 今个星期日上场 就希望冲击到曼联的防线 还有水晶宫 其实近这几次对碰 不算是刚刚那场球 近几次对碰 其实 大家的比数都是一球上落 还有水晶宫 上届主场1比1和曼联 作客输2比1 但是2022年1比0 赢曼联 数到作客赢奥脱福 2019年和2020年 连续两届 水晶宫都在曼联 奥脱福身上赢 所以 并不是大家觉得 会不会是 金场球完全没得打呢 我自己觉得 不会的 不过 我自己也相信 曼联 金场球 应该会赢 我觉得主场 应该赢到水晶宫 1比0 或者 一球小胜上落 并不是像 联赛杯3比0 赢了3比0 我觉得 这里应该 就 不会那么轻松 对了 对了 那么 再看一看 要不要 曼职又复出 曼职又复出 对了 曼职又复出 我估计 未来的阵式方面 我相信 安拉伯和卡斯米洛 应该会打相逢中 左右两翼方面 我相信华舒福和坦奴会打左右两翼 中间的公众可能会留给曼职 前面用海龙贵踢正中锋 我估计 我估计 未来的坦克格 应该会尝试这个阵式 我估计 我期望曼联打得好 他未来的赛事也不太难打 互职 希望他会打上来 有很多反慢的球迷 有很多反慢的球迷 刮醒他们 让他们知道王者曼很厉害 接着曼联这场球 我们就讲完了 再讲下一场 好 这场 这场就是 班尼茅夫对阿仙奴 阿仙奴上周联赛 二比二和了二次 而联赛盃 苏联赛盃 一比零 赢了奔福特 其实这场球我全都看了 如果有看的球迷 都知道 这场球赢得不算太容易 特别是 到下半场 一比零之后 我不觉得阿仙奴打得特别好 下半场里面 其实很大部分 奔福特 都有很大的冲击力 其实 我觉得和 他有一些可以是合理的 但是 叫做 力保不失 一比零 小胜了奔福特 接下来联赛 会对班尼茅夫 也要说一点 联赛盃里面 原来 是 对上一次的正选上阵 原来已经是499日之前 即是说 陆维仔 499日之后 再次为了阿仙奴正选上阵 上星期的联赛 二比二和了二次 阿仙奴自己两次领先 都被二次追和 这场波里面 其实 如果有看上次我回顾的时候 我都说了 阿仙奴有点紧张 还有 如果大家有在阿仙奴 这一季 即是 连上欧冠 即是八场波 八场波里面 其实 应该是没什么 哪场波的正选 11人是一样的 还有 阿迪达出的阵式 阵容 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 可幸的事 就是 阿仙奴现在的 四个臭位 即是 惯常的臭位 新增高 沙尼巴 加比尔 以及Ben White 叫做健健康康雅 有个默契在那里 前线 因为中前场 他的变动 确实太大了 比如我们上届 引以为傲的 进攻三叉戟 加上奥迪加特 就是耶稣 马天里尼 和沙加仔 都没有试过 正选 没试过 三个联法 即是 连奥迪加特 四个联法一起出场 加上 夏威斯 夏威斯 或者韦拉 我相信阿迪达 都在 夏威斯 和韦拉里面 的轮换 加上 Dick and Rice 的新加盟 其实 中前场的 运转 特别是攻击的模式 我觉得阿仙陆 是有点滴滴的 但反而 我觉得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上季 季初 就是 一出来的爆发 就好像很耀眼 阿仙陆 你叫他一路带前 我觉得压力 反而比了多大 反而 现在 你 叫做 咬住前列 未输球 三分以待的比赛 至于后防里面 我觉得 前面 慢慢 标不上默契 我觉得 对阿仙奴来说 可能 场面不好看 有很多阿仙奴 球迷 搞错了 又说阿迪达不懂轮换 又说阿迪达 之前排阵 不懂怎么用 反而 我现在觉得 第一 七场 八场 我真的不觉得 他有哪场 阵式是一样的 和打法都不同 很多球员的位置都不断变 上场联赛 耶稣者也是打左翼 尼基迪达一直霸着中锋位 接着 夏威斯又打过八号位 又打过 魏九的正前 卫斯也是 卫斯也是 卫斯除了打过六号位 也有打过八号位 所以大家的整队球 的默契 我都有一点 要适应 而且大家要适应 卫斯的踢法 卫斯和帕迪的踢法 完全不一样 而且也不同 上届的踢法 在这 迪勤卫斯 是一个 我之前都说 是一个后防组织 防守中场的后场组织者 所以就没有了以前的迫场 迫到那么前 而且要被他在后场发弹的时候 其实反击进攻节奏 其实有点慢了 但是他又保护到后防线 我相信阿仙奴自己 要慢慢地去中前场 要适应节奏 说回这场球 班尼茅夫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联赛的三分 我再看看 第一个三分 班尼茅夫也没有得到 但是可恙地 其实班尼茅夫一直都能入到球 入到四球球 刚刚那场 上场就输给1比3 输给白礼顿 0比0 和到车路士 2比2 和了奔福特 0比2 输给热切 1比3 输给利物浦 所以 有一定的 小小的入球能力 我也不会说他很多 但是和了两场 还没有得到三分 他们都直至希望 主场有机会得到三分 我相信 在场面上 阿仙奴 应该不是一个佔进很大的优势 特别是 周中 刚刚打完联赛杯 接着又要打欧联赛事 我相信 阿力达里面 都会有一些轮换 我觉得这场球 阿仙奴 应该都是小胜 希望能不能够 小胜2比0 我觉得Creen 6 希望保持到 起码不失球 保持到后方的默契 场面上 我觉得未必 真的会好像上届 踢得很清风送送 就算我们1比0 赢爱华顿那场球 场面上好像控制战局 但是你说入育攻势 又不是很入育 最后1比0赢爱华顿 算不算很轻松呢 我又觉得 勉强可以叫轻松 因为爱华顿 当日就没有什么威胁性的 埋门给阿仙奴 但是这场球 去到班尼华夫 我自己就 觉得是会有一些 未必好像对我华顿那么容易 因为你要看回 Dominay 蘇兰基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样译 班尼华夫 当时前锋 他今季都进入了三球球 当然 若女 基本上三球 他今季入了三球 三球多 原来 sorry 今天入了四球 三球球 入了差不多八成球 都是他入球 这个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估计他们自己 直至都是主场得分 应该会保守一些 他们会带得保守一些 打防守反击 要看回 亦都要看回阿仙奴 阿仙奴也有些伤兵 阿迪达 我刚才看到的新闻 就说 沙卡仔可以出到 Dick and Rice 我还没看到 有新闻 就说他出得 不知道 但是 就很肯定 就是 帕蒂和马天利利 就出不了 所以 中场方面 究竟阿仙奴会怎么排阵呢 可能要去到 星期五 或者星期六 上午 可能才知道 希望沙卡仔 出到 或者就算 有点伤就不要出去 我觉得可以多给一些机会 也可能 试一试再给盧维仔 踢一踢 我相信 夏威斯 就未必会踢正选 因为刚刚 烈州中的杯赛 他踢足了九十分钟 希望耶稣 和尼基迪压 我相信 都前锋都会去掛帅 如果马天利利 马天利利 就出不了 我相信耶稣 会继续 客串 左翼 但是进攻的时候 其实耶稣 也是 走回到中路 就不会落底 跟 惯常 我们看开阿仙奴的 4-3-3阵式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就是 今届阿仙奴 没有了上届 的 为什么入球能力 好像下降了 默契差了 就是基本上 大家都没有平衡阵式 另外就是托沙 托西尔 也有新闻 我说 托沙 星期六 可以准备 可以上阵 那就要看 阿迪达究竟 会用托沙 打阻翼 还是会用耶稣 打阻翼 尼基迪压 打正箭头 要看 这场球 希望阿斯洛 小胜2-0 好了 今周大战 是的 一定是 热刺对利物浦 哇 很厉害 热刺 刚刚利物浦 周中 又是3-1 就赢了李斯特成 也都是先输一球 反胜三个 在主场里面 这里 看到利物浦的功力 非常强 特别是 就算输了一球 也会赢 而且他今届 也开了 好像是3-4 抱歉 联赛3-1 接着 算盃 已经是4 3-1 而4场里面 有3场 才落后 而落后 的队伍 大家听听 其实也挺害怕 对狼队先输一球 对柳卡索先输一球 对班尼玛夫先输一球 是唯独韦斯 不是 对李斯特成也是先输一球 是唯独韦斯行 被宝云追回一球 1-1 你会看到 这里 利物浦的功力是强劲 但是你又想不到 他的防守能力里面 长军 除了对车路士 没有失球 0-0 对阿瑟东维 赢3-0 没有失球 但是他长长都失了一球 还要你 刚才说 失给狼队 失给班尼玛夫 韦斯咸算 失给柳卡索 然后李斯特成也失了 后方 利物浦是有少少流动 还有很多时候 上半场已经失球 一开始不是很集中 下半场 高普又调一调阵 然后有豪华攻击线 平均含含下半场又反胜 这个好像 你没有球迷 可能阿Donis 或者李迷 觉得 喂 反胜当然是兴奋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引诱 特别是今周 真的遇到考验 就是热刺 攻防两端 我觉得热刺金界很平衡 如果一路有听我回顾的话 今届里面 我赚了二次 不下两三次 特别是比数码 比数码 防守和单对单 个人 中场里面 我想今届英超里面 可能他 我没有正确的事情 知不知道他的数据 我估计今届 防守数据和中场里面 个人数据 单对单 个人的数据 我相信可能 都是前三位 比数码 加上 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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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轻球员 我觉得 像刚刚 大家觉得 出道的 卡斯道 预判 出脚的 截球能力 梭亚 配入比数码 加上是 詹士密迪晨 这个中场 和利物浦 当然利物浦的中场也很厉害 刚刚 蘇布斯丽 又入了球世界 球 这场球 我相信 都会是大比数交易 因为第一 利己攻力强 防守力 也不太稳定 你知道了 麦迪晨 上场2比2 对阿仙奴的时候 两头做工 被今届复苏 大用的孙英文 本身就是格拉格拉出场 今天看新闻 就说 肌肉应该没什么问题 周六应该可以 对出场 对战利物浦 好看 大家都是全球上阵 可以看看 这场球 我估计 我估计 应该 大比数 和球 可能 2比2 甚至3比3 和球 这场球更加会考到 安税 保税 还是安税 我真的不太懂 不知道香港怎么译 他的名字 新澳洲籍教练 那个 排阵 对战利物浦 但是 你运热刺 今届的成绩 因为他没有需要打欧洲赛 他只是打联赛 虽然 Donis 我拍档一直都不太认识 但 其实 六场球 六场联赛 你起码 主场对了曼联赛 2比0 作客阿仙奴 和了2比2 去对强队 当然 曼联都仍然 我当他是强队 都不表现真的不差 所以你对着利物浦 这一场球真真正正 如果能够主场在利物浦 拿到分 甚至乎拿到3分 你不可以不排除 二次今届 我猜在挑战中 前四一定是目标 你说挑不挑战到冠军 我觉得他还不是 但是 也不可以看小二次 今届是英超的成绩 李物浦 刚才也说了 他的防守能力 一直都是 今届里面 我觉得 他能不能够走到 和曼城争冠军 就是 他的隐患 始终你不可以 依靠前面 真的 每次都能入到 每次都能追回 每次都能反胜 每次都能反胜 这里要看 高普 能不能够 在上半季里面 特别是 这段时间 可以 调节到 平衡到 利记的防线 下半季里面 也就是 沙拉和 赤斯莫迪晨 两个 就是 两队里面最当飞的前锋 两个都有 四个助攻 赤斯莫迪晨也有两个入球 沙拉三个入球 看下来周六 他们两个 哪个发挥得更加好 好 一口气 说完 今周的前支 好 前支节目到这里 最后也提醒大家 记得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记得 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才能够走得更加远 接下来记得留意我们 希望星期一晚做 因为星期一晚还有赛事 我看看 我和当纳素没有看球 还是做节目 记得留意我们 所以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看到我最新的节目 看回我们的回顾 好 下集前瞬 或者下集 下集回顾 再见 拜拜